下面呢我们的Banita同学就要带来她要献给老师的歌曲《练之气》 欢迎 我最敬爱的老师就是我的歌唱启蒙老师张范 这首《练之气》希望老师会喜欢 什么样的温柔才能幸福你的伤口 什么样的思念才能抢走你的忧愁 什么样的忧望才是你寂寞的尽头 心目要你守候才能为你接受 你的眼神芳芳的成真拧着许多经历的信念 我是为此罪过的温柔渐渐渐渐一场就不要暴震 你的美是悠悠的感慌 住着许多轻轻的沉默 我是一个情感的水手 断断一终就不愿再走 别再说你能不能忘 只是问你假不假设 啊我愿的你可知风 并非回忆在天长地球 你的眼神芳芳的成真 凝着许多轻硬的鲜亮 我是为此罪过的温柔 我期待我 前前一场就不愿暴震 你的美是悠悠的感慌 住着许多轻轻的尽头 我是一个情感的水手 断断一终就不愿再走 谢谢 哇 Benita 唱得很好听 来 坐坐坐 为什么会选择唱这么温馨的一首歌 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因为这首歌是一首新谣 那么也能代表我的老师 就是张范老师 张范老师可以说是新谣的启蒙人 你可以做他的学生 会不会特别的荣幸 那当然啊 因为他是我的歌唱的启蒙老师 他的声音很洪亮很好听 刚才我觉得你唱歌 特别的有感觉 是不是因为一直想着老师呢 对啊 从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 他不仅教我了 要怎么唱好一首歌 当然也要把感情放进去 这样子才能真的唱出歌曲的灵魂 没错 今晚老师真的很想来到现场 但是呢 他身在国外 可是 他录了一个非常特别的VT哦 要送给你 我们来看看 Benita 谢谢你先给我 那 我记得你小时候 来跟我上课的时候 都经常 要我替你写上评语 那么还要 我替你画上这个信心 那么 我希望你在 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 我给你这个手势 Victory 胜利 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 但是千万要记住 学业一定要坚固 有没有想到老师会说这些话给你听 没有想到 听了之后呢 有什么话想告诉老师的 老师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永远记住你的教诲 谢谢你 好 好了 乖了乖了 一哥哥都要快要流泪了 快点叫个POP 上里头 是的 来 美妮搭来我们这边 乖乖乖 真的觉得好 耶 耶 平安 来来来来 OK 不要哭不要哭 对 老师刚才是鼓励 老师也是一番好意啦 不过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没有说把这个 这首歌啊献给学校的老师呢 而是你的音乐老师 因为我喜欢唱歌 当然 歌唱的启蒙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他的生命就是音乐啦 对 那我有听说过呢 本一大其实在学校呢 他是呢非常害羞的 是 那希望说学校的同学呢 能跟你有更多互动好不好 你想非常害羞同学们都在笑耶 真的吗 不是吗 那你骗了我 好啦 最重要呢 是你没有打动到我们今晚 四位评判的心 来 评审请打分 启玉老师 六分 小岸老师 七点五分 展伦老师 七分 飞慧老师 六分 总分是 二十六点五分 谢谢 相当不错啦 是 听一点有鼓励性的话 妈妈级人物 小岸老师 应该有被感动到了吧 感觉上老师眼泪要流出来 是不是 今天没有耶 今天没有是 对啊 那为什么会给这样不错的分数呢 其实《练之气》这是我听过的第三个版本 因为之前是江户 然后蔡全家 对 然后前面两位歌手的声音都比较沉 或者比较轻 那Benita用的方式是用比较实的真音去唱这首歌 所以给人家一种比较焕软一新的感觉 那其实也蛮好听的 我觉得只是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紧张 然后他会抢拍 哦 抢拍了 对 刚刚有发现自己有抢到拍子吗 有 是因为太紧张吗 是 你绝对有抢到拍 绝对有 好的 就像是抢到镜头一样对不对 我没有在抢 要讲话了嘛对不对 老师也是在抢话了 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的确是有给这首歌曲 一个新一代的小甜甜的感觉 可是小甜甜最多也是拿6分 你确定是小甜甜吗 你讲的是布莱尼小甜甜的 还是台湾那个小甜甜的 你会比较大致的 那个是台湾小甜甜的老师 那个不一样的 不不不不 不要跟我说那个我 对不起对不起 来老师您的时间 我怕会做噩梦 没有所以 我觉得这首歌曲没办法带出你的潜能 哦 嗯 所以我再给你6分 OK 好 反正老师 老师再怎么给也是给6 7分的啦 对啦 不用太伤心 新加坡的6 6 7 7了 对对对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先休息一下另外3前呢 即将登场哦 是 但是在这之前呢 先来看看Benita的投选号码 是 190-112-5002 或sms12-7199